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今天发生了哪些事 还有本港小卷加入姜丝冲蒜下去清蒸 咸咸甜甜好滋味 国产的石斑鱼清蒸10分钟之后 加入破布纸特调酱汁 搭配蹲到油油亮亮的东坡肉 观看色泽就令人垂涎三次 进入山海大餐坚持原味 满满一桌子13道菜 当然韬客不能错过 因为小卷特色那些是很新鲜 所以那本土的话 那个海域的话都是很 水质都很清新的 所以像清蒸的话吃的话都是很好 你怎么料理这个小卷 一般的话新鲜的鱼货的话 清蒸是最好吃的 不用在那边过多的价位 还是调味料的话 所以是最中原味是最好的 台湾的石斑是世界有名的 对我们养殖不管是养殖还是水质口感的话 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 所以我们本土的石斑是最好吃的 而且是基隆的话 因为新鲜的话也是你 清蒸的话 清蒸然后起来的话加一些鱼露的话 像鲜肥味道肉体也很好 基隆是一个海港城市 北部地区的鱼货也是从基隆最大的集山地 食语文化也是最近在推广 吃当季的吃在地的 吃出它的美味跟它的新鲜 跟它的营养 那基隆市政府每年我们都会跟 基隆区渔会来合作推广 让大家吃得好 那今年我们特别以 长榮桂冠的棚园 来办理这个食语文化的这个作餐 那这个原价8000元 我们上网去店抢购 我们现在只要6500 会有11道山珍海味 外加水果跟甜点 那而且来参加的 我们还有抽奖 而且每桌还会有一张1000元的 我们的鱼货的兑换券 所以可以说有吃又有粒 那很欢迎大家来 因为基隆除了有好吃之外 还有很多好看的 所以可以细加带券 千朋好友一起来基隆 来参加我们的食语大餐 这次荣卫会的推行 荣卫邮健 我们基隆区渔会那个贩卖部 在5天之内 就马上销售一空 把石斑鱼啦一些 木仔鱼啦 白带鱼啦 各种鱼都销售一空 搭上这个热炸 我们今年 基隆区渔会为了推广推销 我们基隆在地的鱼产品 让民众尝试到 基隆本港最新的海鲜料理 和和市政府 基隆区渔会和基隆市政府 和办海鲜大餐 基隆区渔会和市政府合作 推出了基隆山海大餐 睽違四年正式回归 记者会上宣布 11月11号上午开卖 限量100桌 每桌6500元 还加镇基隆区会贩售部 千元抵用券 相当划算 由彭源五星级的厨师 来做烹调跟料理 那今年我们除了 我们在地鲜甜的鱼产之外 那鱼会这边也配合政府的政策 那我们将这个国产的死丹鱼入菜 所以说 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可以把握机会 在12月8号的时候 那到彭源会馆 来享用我们鲜美的鱼产的美食 那另外今年我们这个还是有限量 要报名 在11月11号 在基隆区渔会的Facebook网页 会公布报名的方式 那请民众手脚要快 双11的时候到基隆区渔会的网站 上网去来做报名 然后我们是有限量的 岁末年终聚餐 爱吃海鲜的饕客 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黄绍鸣金融报导 金融长根一月长期以来 关怀弱势不遗余力 近年来持续提供电影活动 让受辅助的家庭有机会同乐 留下亲子间美好的回忆 为什么会叫陪伴式的关怀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缺少陪伴 那家福的孩子们除了没有多余的钱来看电影之外 也没有办法家人一定要去工作 所以我们就想到用看电影 然后强制他们这两个小时的亲子关系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都会一家人带出来 尤其当我们看到阿公带着小朋友 甚至还说 哇我已经四五十年没看过电影了 因此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陪伴式的关怀 以黑亚当的电影故事 翻转与青少年的相处方式 并传递正能量 基隆行大和少年队也祭出好礼 宣导防毒防诈防诈骗 基隆长庚也相当感谢多年来关注公益活动的团体和个人 近年来更深入学校让爱无远佛界 那现在呢我们也邀请了高中生跟国中生 那明德国中呢大家也都知道 在我们调查结果他弱势赞助了他们里面的百分之五十 所以我们也加入了我们这个关怀的团体 所以呢明德国中也来 而且今天呢很特别哦 他们一家五口全部到场 让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做到了陪伴式的关怀的宣导 种子呢也散播出去 那接下来就是暖暖高中 还有建德国中等等 我们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加入关怀之外 也不要忘记自己的陪伴式的家人的亲子关系 以陪伴式的关怀 一起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透过共赏电影留下亲子间美好的回忆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年底选举进入白乐化阶段 基隆市欺读区市议员选举 这次总共有六位候选人投入 其中现任市议员争取连任的老将 有国民党在欺读唯一提名的现任议长蔡旺连 各位乡亲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国民党在欺读唯一提名的市议员候选人 4号蔡旺连 在这里很请乡亲再给旺连一次机会 多年来沉蒙各位乡亲的台爱 我没有辜负任何乡亲给予我的使命感 请大家继续再给旺连一次的机会 继续再为七独打拼 为基隆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拜托大家 亲民党提名的现任市议员杨秀玉 大家好 我是七独区的市议员 登记第一号 第一号的杨秀玉 也是服务第一 问证第一的杨秀玉 11月26日恳请我们七独的乡亲 再次的来支持登记第一号 第一号的杨秀玉 继续的来为我们七独来打拼 为乡亲来服务 秀玉再出的困求和拜托 在一月二月 大家一定要集中选票 继续来支持定期第一号 第一号影响标杨秀玉 谢谢大家 谢谢 以及五党级现任市议员张耿辉 各位乡亲护劳 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登记五号张耿辉 在此感谢我们乡亲多年来 对耿辉的支持与爱护 耿辉这多年来经营专职专业 坚定信念 勤走基层 以五党 五派 五八福 大胆地在市议会为我们基隆市 尤其七独区市民 争取各项的福利与建设 11月26号 再次的肯托我们基隆市的乡亲 尤其七独区的 务必集中您的选票 票研不要分散 而民进党籍现任资深市议员 苏仁和不再寻求连任 把机会让给两位党籍新秀 一位是担任自己议员时 一起服务地方多年的特助林昆明 我们的乡亲是大 大家好 我是七岛区市议员 好酸人 六号 六号 你不昆明 君明在地服务二十几年 拜托大家 另外一位则是基隆市长林又昌前秘书曾宜芳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七独区市议员候选人登记第三号曾宜芳 宜芳担任过林又昌市长秘书 参与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市政建设 累积了许多的服务经验 未来宜芳将会用心的做好每一件事情 11月26号请大家支持七独新女力三号曾宜芳 此外时代力量也推出年轻律师陈凯宏敬竹 争取为七独相亲服务的机会 基隆市民在交通事故上所遇到的困难 以及基隆市民在工作上所遇到雇主基欠薪资的问题 在这两个环节之内 我都发现基隆市政府只要透过前期的交通规划 甚至于是透过所谓的劳动检查 我们就可以有效的去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 甚至于是防止劳工讨不到薪资的状况 但是呢 基隆市政府却是一直的持续的不作为 在我诉讼的过程之中 我发现只有进入体制才能够真正的 真正的改变这些不公不一的事情 我是二号陈凯宏 我会参选七独区的市议员 请大家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能够为基隆市民服务 谢谢大家 蔡旺莲 杨秀玉以及张耿辉 三名现任老将地方经营服务 已久民意基础雄厚 不过面临另外两党三名新秀 林昆明 曾宜芳 以及陈凯宏的竞争 无不战战兢兢 不敢掉以轻心 而民进党提名林昆明和曾宜芳 希望将丙做大争取最大的民意票源 老将新秀同志间互相拼搏选情相当激烈 不过最后谁能出现当选 还要由欺读人来做决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大马路上机车骑士跌坐在地上 表情痛苦 而一旁的路人赶紧上前关心 接着器画面拍到一辆机车及时而来 接着撞上公车倒地不起 机车骑士一度被压在车底下动弹不得 刚好跑行程的安乐区市议员候选人黄继棠 目睹整个车祸过程 看到机车骑士被压在车底下 也帮忙报警并上前关心 刚好经过的时候 就突然就看到地上 他这个就跟机车跟这个公车撞击 然后倒在地上 那天雨落滑雨也吓很大 我就赶快下车帮忙他撑闪 并且协助他 伤者的情况是 我到时候是第一时间 他刚好倒在地上 包括眼角手指都可以明显的 有受伤在流血的情形发生 我们赶快让他先简单的做 赶快先做拍照 然后赶快把他扶到旁边 因为毕竟下大雨 一直在路上淋雨 躺在地上也不太好 由于撞击力到大 机车和公车零件都有受损 救务人员到场 先将骑士进行初步包扎 送一急救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基隆Light Store打造基隆四大就业基地 串起北北基河谷狼带 基隆市长候选人 一号谢国梁 一定实现 推动短中长期计划改善通勤族问题 提升公车辆人 R路线由市府接手 台北约票搭四公车免费 推动基北通勤月票方案 持续征辟国道快捷公车 开辟市区跨区路线 国道一号拓宽 征辟七组达道 鼓励双北公车到基隆 全力推动基隆捷运 肯定尼佑昌票投蔡思英 我是童志伟 四年来我推动改造市中心地下道 改善庙口自来水管 振兴委托行商圈 让年轻人留下来 基隆要持续进步 请坚定支持 唯一支持 认真做事的童志伟 我是郑文婷 我推行爱新冰箱 还有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地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感 仁爱区郝议员郑文婷 恳请支持 中家宽屏 最狂双十一来了 申办家用宽屏 每月最低三九九元起 光先上网一G也只要六九九元 再想两大好礼 给你三十五个数位频道免费看 还送四K智慧机上盒 让你在家轻松用电视看YouTube 十一月八号起 限时五天要办要快 坚定信念 生根基持 我是七赌七四一言候选人 五号张耿辉 耿辉无党无派无包 二十多年来 顶持专业专职问证的精神 一步一脚印为您争取各项建设 以福利 十一月二十六日 张耿辉需要您集中闲票 全力支持您的每一票 是五号张耿辉继续漫进的最大动力 基隆Let's Talk 打造基隆四大就业基地 串起北北基河谷狼带 基隆市长候选人 一号谢国良 一定实现 在律师及立法委员林楚英陪同下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到基隆地方法院按林告发竞选对手 涉嫌起钱及掏空 希望司法调查清楚 给市民一个真相 在今年七月份 北检的起诉书写得非常清楚 他参与了德性证券的掏空洗钱案 到目前为止 他自己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所以我想基隆人都很关心这个议题 全国人民都很关心这个议题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到这个地方 来就这件事情 希望有法律的程序 来能够让他厘清正向 我们也呼吁 谢国良谢先生 侵占了德性证券 一亿多的账的现金 应该要返还 应该要返还 陪同的立法院林楚英也认为 要参选市长的人 不应该连公账私账都分不清楚 也不愿意向大众说明 最重要的是 选一个基隆市的市长 未来大家要如何来信任你 你无法交代清楚 你过去在公司行号当监的 这些所谓的你个人的私账 跟公私账 那接下来如果你正为基隆市市长之后 我们还有所谓的公库 那公库 还有公私库 还有你的个人金库 这三者之间民众要如何相信 所以我们选择希望透过一个法律程序 把这些事情通通的一一来做还原 因为谢国良先生你不愿意回应的 那我们只好请司法来做调查跟了解 而在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宣布请辞立委后 同样据立委身份的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世英是否会跟进 蔡世英也做出回应 强调在每个岗位上都全力以赴 不会辜负市民的期待 我们真的是很认真的一直在做相关的工作 就如同在上个礼拜 国道高速公路山崩的事情 世英在这过程当中协调了各个单位 我还把竞选的相关活动都停下来 就是认为这个应该是一个立法委员 该要为我们基隆市民相亲来做服务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在我们的选战自己的节奏 我们会照我们的选战流程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但是不论我在哪个位置上面 我都会扮演好那个位置的工作 那请我的对手谢国良谢谢先生不用太担心 记者张祈腾基隆报道 谢谢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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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上彩带搭上吉普车 国民党就想参选人谢国良在立委江启臣的陪同下 从新思路出发前往扫街办票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哦 谢国良小爱爸爸现在在传承车 跟我们江启臣将主席 大家请安问好 谢国良特别感谢张启臣陪他扫街拜票 希望吹出更多的票 而对于谢国良遭到其他候选人 说是市政草包 张启臣说和他在立法院共事过 相信他的能力和表现 我对国良的选情非常有信心 国良绝对不是什么草包 他有经验 他比对手还早啊就担任立委 也熟知地方跟中央的事情 这个我想是无用置疑的 那他对市政的准备 我想也是相当充分的 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看他陆续推出种种 关于基隆未来发展的证件 证件是可以拿来被选民检验的 我相信选民看完这些证件之后 他们可以来决定 国良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对他是有绝对的信心 蒋花安也被撑草包 我也被撑草包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抹黑的方式 那今天早上 我看到联合报的报导 首都客运的总经理亲自出来说明 2088是郝市长 以及柯文哲市长 甚至还有林又昌市长 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9026则是我在2011年的争取 就好像江仪化院长 2014年争取到拍板 军港迁移一样 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做的工作 现在就是一句话 叫绿能我不能 而针对基辛案 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10号前往金融地检署 案例申告 谢国良这样回应 这个是一个大家已经都很清楚 已经是旧的新闻 已经被翻页了 我们提出来的说明也都相当完整 我认为第一个他是前驴技穷 他想要转移黄国昌先生 指控他施压国防部给黑道卖土地的一个焦点转移 第二个我可能认为他应该是想要做一些相关的文宣 所以才用按您申告来做一个理由 方便他印制一些抹黑文宣用 这个是我认为他的主要目的 那我明天早上也会去反控他诬告 因为这些事情其实都已经市政相当清楚 所以基检也不需要去打北检的脸 这些问题北检都已经相当相当的清楚 那他这样做在法律上有误告他人之嫌 不管是在海钓船上体验亲手钓起白带雨的乐趣 还是品尝香喷喷的海味火锅 或是在基隆港盘 福仔山上 及正宾渔港色彩屋周边咖啡厅享受悠闲 秋龙之际的基隆让铃软心又好玩 抢搭国境解封疫情虚缓后的旅游商机 在台北国际旅展的基隆主题馆 不但打破惯例规划成开放性的展馆 更将委托航商圈及美式特色酒吧搬进展馆内 相带给民众不同的视觉感受 我们打破过去只要参展都是在外围看展 那我们这次特别把展场打开 把这个委托航的场景 还有这个哥伦布酒吧的场景 都把它搬进来 所以来逛展的人他就可以直接往里面走 然后做一个穿越 那在这边逛我们这个很有特色的这些店家 那我想这样的观念是希望把 基隆过去很繁华的委托航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带到展馆来 除了具在地历史文化特色的开放式展馆 这次基隆馆更以软心基隆油为主题 推荐游客在旅游地沿路 可以享用像鱼富锅等基隆特色火锅 或是到景点周边咖啡厅 边欣赏山海美景边品尝美味咖啡 暖心更暖胃 我想这个概念是出自于 因为基隆有很多的咖啡厅 我们在港边可以看到无敌海景 喝着热咖啡 那另外也可以吃着在地有特色的火锅 所以这些不管是咖啡 或者是锅物 那我想呢 都带给人家很温暖的感觉 所以我们希望从未暖到新 让大家感受到基隆的温暖 另外这一次基隆馆参展店家树 也打破以往记录达12家之多 而且食品 衣物 鞋包 铝素 及文创商品都有 种类丰富多元 参展店家也都拿出鸭香宝 希望争取商机 其中这家基隆知名的海鲜酱料业者 更趁这一次驴展机会 推出新口味的香蒜酱 荣誉的蒜香 融入海鲜滋味 跟一举拿下2022基隆好物的 城市品牌认证 这是我们今年的新产品 那个海味酸香蒜酱 可是香蒜酱的话 有些人会觉得 就是有蒜农的味道而已 其实我们没有蒜那么呛 可是我们家的海味味道又不一样 就跟一般的酸農酱 差距撑很多 打开闻到那味道 真的是超级胖 那我们这个又有很多的用处 像给拌面拌青菜 有时候零个香蒜面包也可以 然后香蒜面包 零个香蒜虾 有时候我们那个茄子 烫一下拌一下就可以吃了 基隆市政府也与店家合作 推出展场限定的 软心基隆油兑换券 游客只要到这12处 参展店家出示兑换券 就可以获得纪念品 或享受折扣优惠 在这上面有基隆的店家 同时你也不难找 我们也把地图放上去 那在这个上面的店家 只要你拿着这张卡片去消费 他就可以送这个店家的精美的礼物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这三天 千万不要错过 到我们的ITF这个旅展 然后来基隆馆 然后来复取这个卡片 那同时也吃了这个卡片 到基隆的每一个店家 上面的店家就可以迎娶精美的小礼物 基隆市这种方面 期盼透过这一场解封后 最大的旅游盛会 介绍大家认识基隆的冬季软心玩法 要领体验一年四季 都好玩的基隆旅游魅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在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 与基隆市税务局长欧秋侠 共同公布下 基隆市政府2023金美阅历 日历及坐历出炉 阅历部分 除了备受好评的各式水果图片外 还加入了包括国门广场 基隆成绩转运站 及上海明光装置艺术等 基隆市热门打卡经典 日历方面则维持 很受婆婆妈妈喜爱的料理食谱 大家都晓得基隆的水果月历 就是我们税务局最夯 然后都是秒杀 那我们今年所出的 不仅仅是我们的水果月历 里面的水果是一个很可口 它里面搭配的景点 才是更夯的 除了超夯的月历及日历外 基隆市税务局方面 更首度英制2023桌历 希望能同时满足 老中青三代市民的需求 那今年多了桌历 是因为年轻人喜欢桌历 然后老人家喜欢日历 然后中三代喜欢月历 那我们就是月历跟 月历是数量比较多 那日历跟桌历就是限量的 我们经费有限 基隆市税务局方面表示 11月12号早上八点半起 民众可到基隆市税务大楼 七堵区行政大楼 及信义区公所这三处地点 以9到10月发票进行兑换 纸本6张或云端发票3张 即可兑换精美税务月历 纸本8张或云端发票4张 就可兑换日历或三角桌历 数量有限 而因应网络时代 税务局方面也推出电子月历 民众可上税务局网站进行下载 换月历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 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 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 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攜带凶器者 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刑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